一艘小船行驶在海面上,船长此刻正发生着枪战,一个男孩害怕得捂住耳朵,亲眼看到父亲中枪,不久之后边境的海洋警察监测到前方有一艘可疑船只,正是刚刚发生了枪战的那艘船,警察呼叫这艘船,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于是警察们登船进行盘查搜索,一登上船就看到甲板上血流成河,以及一具尸体,仔细搜查一遍之后, 发现两个活着的男人,其中一个男人受了轻伤,另一个则已经昏迷,此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伤者们都被带回舰上,但军医也难以应对这几手的伤情,于是向就近的石原医院申请协助,不久后,与镇小郑和护士安卓的小分队坐着持生机到了,但金师佛却一直联系不上,原来金师佛最近休假了,此刻的他正悠闲地哼着小曲钓着鱼,丝毫没注意到 手机里的未接来电,恩再只好带上医生小华,在夜路间飙车,四处寻找金师佛的身影,于震等三人签下保密协议后,立即来到手术室,于震发现患者已经进入无意识状态,粗略检查后发现患者攻中了三枪,其中两发子弹还留在体内,暂时无法确认子弹的位置, 而且患者内脏已经多出破裂,体内出血很严重,必须立即就地进行全马手术,但见上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所有能用的设备都在目之所及的这间小小手术室里了,于震一时拿不定主意,还好恩再找到金师佛,于震及时和金师佛取得了联系,于震将目前情况转达一遍,金师佛在电话里询问患者的出血量,于震也说不上来, 没想到旁边的女孩却准确估出了从初次重担到现在为止的出血量,女孩也懂不少的医学知识,这时来接金师佛的直升机到了,金师佛让于震先撑三十分钟,自己立即结束休假来往现场,于震开始手术前,女孩恳请她不必要救活患者,原来患者是女孩的父亲,而他们都是脱北者,手术开始了,船上的军医没什么实战经验,此刻紧张地发抖, 相比之下,于震显得沉稳许多,她冷静地打开患者的胸腔,随着开腔,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数急剧下降,脉搏暂停,军医已经下得快站不住了,但于震仍沉着冷静地指挥军医进行心肺复苏,而她则继续着手上的动作,这时金师佛到了,但金师佛最先询问的不是手术室里患者的情况,而是那位女孩,原来不久前于震注意到女孩的一些症状,于是在电话里提出, 提醒金师佛帮忙留意,女孩看起来一直很正常,谁都不会想到她正面临着危险,就在金师佛询问船员的时候,女孩开始呕血,金师佛让恩在留下为女孩做紧急治疗,恩在对此顺有成竹,接着金师佛让船员通知舰长 再派一架直升飞机来,等患者做完紧急处理后,立即送往医院 安排完后,金师佛来到手术室,此时缝合已经接近尾声,出血也控制住了 患者的心跳刚刚恢复,但情况并不乐观,静脉回流不如预期,患者的肝脏已经有三分之一损坏 再拖下去的话,肾脏恐怕也会损坏,这位患者将必死无疑 没想到金师佛不慌不忙,立即决定转变方案,先跳过受伤部位,与朕等人没有任何疑问 听到金师佛的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一旁的军医母的口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石原医院的这些医生们,在金师佛的领导下,就像是一台精密的仪器 不管金师佛下达什么指令,他们都能瞬间领会并立即执行,配合十分默契 在金师佛等人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挽救了这位生命垂危的患者 他的情况稳定下来,生命迹象也没有下降 金师佛决定立即将他转移到石原医院,进行二次手术 但这却遭到了舰长的阻拦,理由是首尔正在进行南北会谈 这种时候不能爆出脱北者的新闻 舰长收到上级指令,这些脱北者们未来十八小时都不能离开舰艇 金师佛觉得这简直不可领域 距离力争一番,这位患者还没彻底脱离危险 人们等不到十八个小时,金师佛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天经地义 而舰长作为军人,他的职责和金师佛一样,那就是守护人的生命和安全 舰长被说动了,再次向上级请示 上级表示官方立场仍然不变,但非官方立场却有了可转环的余地 在保证不泄密的情况下,几位脱北者都被带上直升机,飞往实院医院 金师佛终于为患者争取了一线生机 实院医院里,护士长听说有患者要来,早早地准备起来 金师佛已经下令,要将保密工作做到极致,手术只需要最精简的人员 此外还需要找一个保密程度最好的场所 他们想到了还未投入使用的外伤中心 护士长打开外伤中心的门,准备迎接金师佛和患者 张市长听说后都懵了,外伤中心甚至还没竣工 却要冒险收治患者,实在是太离谱 张市长表示强力反对,但反对也没用 因为金师佛的直升机已经到达 女孩在恩在的悉心照顾下,情况也稳定下来 期间医生小花在恩在身边帮了不少忙 但她却一脸不情愿,因为此时早也过了小花的工作时间 她原以为到了医院后就可以直接下班 没想到又被抓去手术室 小花不想加班,一找到机会就临阵脱逃 在众人忙得脚不粘地的时候 她脚底抹油,先移步下班了 今日,外伤中心迎来了第一台手术兼第一位患者 在金师佛和宇正的全力配合下,手术顺利结束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恩在忙完后才发现小花溜走了,气不打一处来 恩在最近忙着搬家 同事问她什么时候办乔迁宴 恩在的神情有些怪异,回避了这个问题 同事在背后说恩在和宇正维持这种暧昧关系这么多年 却始终没有进展,这可不是件好事 同事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 恩在和宇正其实已经住到一起了 这就是最近恩在搬家的原因 恩在向宇正再三强调 这是为了节省房租,方便约会 搬出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恩在再怎么正经严肃 都奈不过宇正此刻脑袋里正在想一些稍而不易的东西 宇正举手问恩在 什么时候接吻,什么时候睡觉 说着就把恩在抱到沙发上亲热 第二天,石原医院里 有位护士不小心说漏嘴 称昨晚有军方送来的枪伤患者 引发了杨医生的好奇心 正巧杨医生又看见小郑走进了外伤中心 他跟上去想一探究竟 却被护士长叫住了 护士长打消了他的疑虑 将杨医生劝回 此时外伤中心来了不少国情愿的人 他们在病房里对男孩和另一位 经商的脱北者关切地问着话 男孩始终一言不发,自我封闭 雨震在他身边悄悄留下了两块糖 外出的嫖院长带着车医生来外伤中心参观 这几天,嫖院长身在首尔 为石原医院新落城的外伤中心招揽医生 他特地约见了车医生 车医生有些意外 石原医院已经有金师傅坐镇了 似乎不需要再招纳其他医生 而且他和金师傅是大学同期 两人同时还是劲敌 雨震恐怕难容而活 但在嫖院长的邀请下 车医生还是决定跟着嫖院长去看看 反而回到石原医院 忙碌众人被嫖院长当场抓包 嫖院长这才知道 自己不在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 金师傅和车医生这对老相识再次见面 金师傅友好的伸出手 却被车医生越过他走向后面的恩赛 原来车医生是恩赛的父亲 本集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